Hi, this is Winni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好,我是温娅 今天是一期攒了很久很久的小红书 真的是怀过两次孕才敢斗胆来推荐的 孕期护肤品真实的空瓶体验 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一期这么谨慎 考虑了很久才来录呢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孕妈来说 孕期是否应该护肤 或者选择怎样的护肤品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选题 首先大家要考虑到成分 然后其次要考虑到它的功效 然后呢再考虑到的是 是否是牌子 或者选择什么样的品牌 我觉得我在一胎的护肤上面呢 就是有一点点盲目的追求大牌 因为我觉得大牌呢 成分一定是相对安全的 那就小彩虹现在的健康状况来说呢 还是选择大牌是没有错的 但这一次呢 因为作为二胎妈妈更加精打细算了 我就在网上呢 其实找了很多一些比较小众 但是非常健康 且非常的纯天然的 小众有机护肤品 想今天一次性的推荐给我的 宝藏运妈们 那首先第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Elems 我相信很多关注我的妈妈们 都已经看我的平台 推这个护理油很多次了 而且它呢也是真的 是我无限回购的一个单品 但是我发现他们品牌既然有很多很多宝藏 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首先第一个是我最近真的是最爱用的一支洗面奶 它呢是一个他们家的王牌产品 那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是 它第一能够换肤 就是让你的皮肤洗完之后呢 能够白 而且是很透的劲 但是我发现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温和 洗完脸之后呢 就是感觉自己的脸一点都不干 不是那种紧绷的干 但是又非常干净 那它主打的呢 就是它非常温和的成分 没有什么泡沫 但是洗完之后 你们发现自己的脸非常的干净 而且毛孔也清得很好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正在怀孕的妈妈们 因为它的成分温和不刺激 还能够深层的清洁 那其次我购入的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也是经常断货的 他们家的一个薰衣草的一个toner 那这个爽肤水呢 它主打的也是纯天然的薰衣草的精华 然后呢是给肌肤的一个很好的镇静作用 那我知道其实运气 我很多妈妈脸上呢 会出现一点点状况或者问题 其实我也会有前期会有一些长痘的现象 但是一定要选择成分非常安全和温和的产品呢 这些小问题很快就会消失 那还有一个elements的宝藏产品 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他们这个身体磨砂膏 我真的是最近沉迷在这个味道里 无法自拔 它的味道是Lime和Ginger 就是清磷还有姜 就大家都知道怀孕对姜是多么的喜欢 姜是第一可以缓解孕吐 第二呢它的味道呢 其实非常的清新 那加入了清磷之后呢 每次洗澡我觉得都是一种享受 关键呢它的成分也是非常温和的 说是磨砂膏但是颗粒非常的细软 那我一般会把它按在一些比较关节啊 或者是容易会有瑕疵的地方 然后呢我就觉得说现在为止 不管是脸上的皮肤还是身上的皮肤 我管理的都是相当的好的 这只而且味道真的是超好闻 相信我买了之后你会沉迷的 另外要推荐的是一个我最新挖到的瑞士的小众品牌 尼上西 那它们家呢其实主打的也是一个高科技护肤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面膜我是有多喜欢 每天晚上都在用 因为它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它呢有一个俗称叫豆腐面膜 就是你敷完之后呢 你的脸会像豆腐一样白嫩 那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上手的效果非常的舒服 所以每天晚上呢我就是属于洗完澡 我一定会薄薄的敷一层 然后过个15分钟之后洗掉呢 脸上就是会呈现一个 真的像嫩豆腐一样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它们家非常明星的产品 一个是补水的toner喷雾 另外一个也是洗面的凝胶 这个跟我刚刚提到过的是一样的 也是那种胶质状洗完补把干 非常温和的 那这一支呢它更是采用 山泉水的一个特质 而且这个喷雾呢 其实在夏天非常的好 因为它有那个瑞士的这种活性的成分 它们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活性成分 而且这种活性成分对人体是完全没有伤害的 所以呢我一般是会作为一个装护的补水 补在脸上 好了我亲爱的仙女宝妈们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推荐了 真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运气千万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一定要坚持护肤 坚持精神饱满的 和非常开心喜悦的享受运气的每一天 然后呢等宝宝出生之后呢 它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阳光 非常自信开朗的 非常棒的